来源 华尔街财金 对养猪人而言 如果说2020年最能体会到暴富的感觉 那么2023年必然是对寒冬感受最深的一年 过去这一年 猪奇们都很煎熬 面对持续亏损 资金告急 大家想尽办法降本增效 牧原股份 温室股份 新希望等巨头们都不例外 只不过 暴富的时候赚钱的快感都相似 煎熬的时候 各自的痛苦不尽相同 要说最痛苦的 恐怕要属江西猪王 激进扩张的正邦科技赶上了猪价的持续下行 导致公司陷入资金困局 徘徊在退市边缘 并走上了重整之路 终于 在2024年到来之前 正邦科技迎来了生机 但同时 这家中国养猪巨头 江西第一大猪企 从此易主 据说2020年 正邦集团实控人 黎印孙坐拥320亿的财富 成为江西省的首富 可是 黎印孙把公司交给儿子林峰接班后 林公子以平均每天拜9500万元的速度败家 不但把家底败了个金光 还道歉了银行348亿 林峰也成了全国败家子之罪 那么 林家公子以如此速度败家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质得意满的黎印孙 感觉这辈子值了 决定在高光时刻退休 把董事长的位置交给了儿子林峰 但在退休之前 他给儿子挖了个大坑 黎印孙对外放话说 要做中国猪王 一年卖一亿头猪 并把市值做到一万亿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郑邦向银行借了600多亿 四处疯狂抢母猪 子猪 又租了很多养猪厂 出手相当阔绰 价格比同行高30% 儿子林峰是为80后 接班后总要做点什么吧 于是 他决定带领郑邦向高科技转型 养猪能有什么高科技 有个锤子高科技 他们把郑邦集团的名字改成郑邦科技 甚至以9000元每月的高薪 招聘应届大学毕业生装饰门面 这批所谓的人才进入公司后并不是科技养猪 而是主要负责融资工作 这些人不务正业 养猪 正邦集团内的老员工说 他们都快把养猪厂办成银行了 正当儿子准备发展点 AI养猪 大数据监控等花活时 猪肉的价格突然崩了 一路下滑 结束了三年的大流市 进入下降周期 2022年 正邦养一头小肥猪的成本要1500元 售价却仅有1100元 捂着不卖吧 每天吃饲料也要上千万的花销 赔得更多 思来想去 正邦硬是顶着卖一头亏400元的压力 清空了800万头猪 暴亏32亿 加上人工水电 贷款之类的成本 全年亏了快100亿 到了2023年更惨 正邦的资金链断裂 连买饲料的钱都没了 发生了小猪仔饿死在养殖场的悲剧 除了盲目扩张 管理问题也被认为是压垮正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据说正邦自营的正邦饲料厂竟然偷偷地卖饲料给其他养猪场 卖饲料的钱也不计入公司收入 而是被几个老板的亲戚私分侵谈 正邦集团还是一家裙带关系非常严重的公司 公司各个部门都有老板家的亲戚 为亲事用 不管工作能力如何 只要是亲戚 进场就当官任职 这还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由于管理不善 正邦集团的员工在业内铭记也很臭 以贪污 搞钱 内斗著称 正邦衰败之后 别的养猪场甚至都不愿意雇佣正邦的员工 等到黎印孙撑不下去了 放眼整个江西 唯一有能力 有条件接手正邦的只有爆红星 颇具黑色幽默的事 最后拯救正邦的人是黎印孙最瞧不起的人 双胞胎集团的爆红星 俗话说 同行是冤家 爆红星与黎印孙的创业轨迹高度重合 都是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出办饲料厂 绝取到第一桶金 转而进入养殖业的 两家公司相距不过一公里 无奈之下 黎也只能接受被冤家收购的结局 去年夏天 双胞胎集团的会计 管理人员陆续进驻到正邦 开始摸底调查 从此 黎印孙人再也没踏入过公司一步 所有事由儿子处理 想想这儿子也挺倒霉的 江西首富没做几天 倒是成了全国败家速度最快的富二代 还要擦老爹的屁股 亲手把企业交到冤家手上 八零后的压力真的挺大的